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荣幸受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的邀请 到这里来跟大家一起参加我们信息化联盟的新春联谊会 在这个联盟会上 大概在一个月之前 我就接受了我们律师长的这样一个任务 要我来谈谈中医 可以说这一个月来我都有一些弹劾 也可以说有些惩惶惩恐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过各种类型的报告和讲座 但是没有做过像今天这样一个场面的讲座 在下面的都是领导 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有些惩惶惩恐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同时我也觉得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是非常之难得 我也非常的感恩 所以我更加想呢 就是向各位领导报告一下 我这些年来对中医研究的一些思考 尤其是近些年来研究的一些思考 当然今天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那么可能我的报告可能就只能是一个提纲式的一个报告 那么希望通过这个报告呢 也就是我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几十年研究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是对中医是这样一个认识 就很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各位领导的关注 因为在我的认识中 那么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我后面会谈到 如果信息的领导应该说对中国的未来 它是有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终于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在今后 那么需要仰仗各位领导的支持 所以我就想把今天把这样一个研究的结果向各位领导来陈述出来 所以这是我今天很想表达的一个意思 那么通过这些年来的研究 那么我认为中医啊 在中医在过去里面都在说中医是人数 可能上了年纪里这个词都很熟悉 就是医为人数嘛 对吧 所以要有人心才能有人数 那么过去呢 就一直是认为这样一个人数的概念只是一个道德的约束 就是说做医这个行业必须要有道德情操 要有奉献的精神等等 没有发现他这个人数的定义 他有学术的内涵 有科学的内涵 过去没有这样 那么只是进来的研究了 觉得人数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概念 他也是一个学术和科学层面的概念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医 因为人啊 它最原始的一个含义 那么就是我们看这个人的造字啊 它就像一个种子 那么这边是一个单人旁 这边是两横 两横是对齐的两横 不是上下一长一短的两横 那么这两横意味着是什么呢 我们所有的种子 像豆啊 像花生等等啊 它都是两半 对不对 那么这两半呢 然后外面包了一个衣 就形成一个种子 包了这个衣呢 因为这个古时候的人字 它是这样一个写 然后两横 就很像一个外面的 包衣的 然后里面含有两个人 所以人的原来的本意之一 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这样一个意思 这个种子是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么种子在食核的时候种下去 怎么样 它可以发芽 然后可以长出新的生命 对不对 所以人它是主生的 它是主合的 它有这样一个含义 而医 作为医学在汉书一文字里面 它有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医为生生之具 生生之具 那么这就跟人就合在一起了 它跟人的含义就非常的切合 另外一点就是人 实际上中国的文字里造字非常的奥妙 人这两横它实际上包含了天地 这个天地加上一个人就是天地人 就是说人实际上 人的学问就是包括了天地人的学问 也包括了阴阳男女啊左右啊等等等等 凡是中医 所研究的这些东西人都包含了 所以我们说医为人数 医为人数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观念 它是一个很严格意义上的 学术的科学的概念 那么好了 这样一个概念缺理之后 那么就剩下 就接下来的问题就什么是人 人是什么 人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那么有没有它确切的定义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孔子那里 孔子对于人 他有一个很确切的定义 就是客己赴你为人 孔子在论语的第十二篇 《言渊》篇里面有那么一句话 言渊问人 孔子就讲了客己赴你为人 一日客己赴你 天下归人焉 就有一天 如果真正天下 如果真正大家都做到了客己赴你 那么天下就 进入了一个人的境界 或者人的状态 这是孔子对人的一个定义 也就是客己赴你 就叫做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人 他是由父你而来的 人是通过父你 那孔子讲的这个你 是周你 就是先王子你 那么人是通过父你而来的 那么你又是通过什么来的 理由是通过什么来的 理由他是通过客己而成 所以就有客己的功夫 通过客己的功夫 那么就达到父你的这样一个境界 然后就进入人 然后他就跟医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客己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稍微浏览一下 就是在论语里面有李仁这一篇 李仁为美 就讲到了 这个客己的功夫是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就是君子对于人的追求啊 就客己赴你为人 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是 无忠实就是没有一顿饭的功夫 离开过他 照次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就是说一刹那刹那都不会离开他 所以这个客己的功夫是非常了不起的 然后理人篇里面有讲到 观过失之仁义 也就是说大家只要 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的过失 那么就离人不远了 这是客己的功夫 然后己所不欲啊 无事于人啊 还有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 就是对一个国家我们没有怨言 在家里面我们没有丝毫怨言 那么这样呢 就离人不远了 所以 人呢 他是有很具体的修持的方法 透过这些客己的手段呢 那么就能够达到人的境界 这个 达到人的境界 也就是达到你的境界 那么 那么 客己赴你为人 我们知道了 大体的我们了解了一下 客己的功夫 那么现在就是说 这个理是什么 我们进步的去追他 我们说客己赴你为人 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知道在六经里面 在儒家的六经里面 专门有理经 也就是专门 这孔子是非常注重你的 也可以说 孔子这一生的 中期一生的目标 就是客己赴你 对吧 我那个时候还小 就是披霖披孔的时候 我年轻还非常小 就十多岁 但是记得很清楚的 就是有一句话 就是当初披霖 悠悠万事是为此为大 客己赴你 可能你们老一辈 记得更清楚 就是悠悠万事为此为大 就是再没有比客己赴你更大的东西 这是孔子一生的追求 那么这个客己 他一生追求 你要赴你这个理 那理事又是什么东西 尽管有理经在讲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更 更浓缩地去看它呢 这个客己赴你呢 它的含义呢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那么在论语的学恶篇里面 有尤子的一句话 非常精彩 尤子就讲了 你之用是何为贵 先王之道 师为美 就是你的用啊 是以何为贵的 那么现在以何为贵 已经成为很流行的语言了 实际上这个语言是出自论语 也就是说你的核心 也就是说你的核心 它是核 你何为贵 现在就一层层 我们从科学 从逻辑的角度 那么核又是什么 一层层往下追 那核又是什么 那么这个核 在儒家的另一本经典 中庸里面 它有很确切的定义 这个定义就是 喜露哀乐之为发为之中 发而皆众结为之何 也就是众结为核 也就是众结为核 就归结到这样一个 就核什么叫核 就众结就叫做核 那么什么叫众结 那么什么叫众结 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 什么叫众结 众结 结本身是我们天文学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二十四结起 那么实际上 众结无处不在 就以我们今天的联谊会而言 比如说我们 联谊会我们 这个确定是在九点半开始 那么九点半开始的时候 如果九点半我们真正开始了 这个就叫做众结 这个就叫做众结 这众结就叫做核 但是如果到了九点半 如果还没有开始 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开始 那么这个就叫做众结 因为这就叫做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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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按照天地来讲 天地的变化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二十三号 那么二十号是大寒节 我们去看大寒节的这样一个日历里面 它有多少分多少秒 然后大寒节到 为什么要规定这个时间 规定的那么精确呢 就是说大寒节的这一刹那的时候 那么大寒的这个气就要来临 在《瑞经》里面有一句话叫 实力而气不 时间力起来了 力正的力 气叫不 气就要开始 大寒的这个气就要散不开来 叫实力气不 也就是二十号的这个多少分多少秒的时候 大寒这个节来临 然后大寒这个气就要到来 就好像我们今天九点半一开始的时候 各位首长就要来 各位首长就是气 那么九点半就是结 就是十 这个就叫实力气不 如果这个时间还没有到 那么大寒的这个气就来了 这不叫中节 这不叫中节 如果大寒的这个节来了 到了 时间到了 大寒的这个气酸酸来吃 这也就不 这也不叫中节 都不叫中节 但都不叫做和 那么这样一种不中节的状态 我们刚刚讲了就两种情况 一种是怎么样呢 就是大寒这个节还没有来的时候 那么大寒这个气已经来了 就好像我们今天没有到九点半我们就开始了 那开始那意味着很多人守时的人怎么样 就捞不到 就我们邓局上开头他就听不到了 对不对 这是一种 那么这种状态古人叫做什么呢 叫做太古 过了 提前了 过了 或者叫有余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过了九点半 十点钟还没有开始 那么这也就是说过了很长时间 今天了二十三号了大寒这个气酸 人家还没有来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不急 那就是人家按时来的人就老在这里等 最后等等等 等了半天以为这个会不开人家走了 就听不成了 这都不叫中节 都不叫和 所以中节为和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这可以说是贯穿整个文化的一个命脉 所以实际上 大中庸他是举了一个最根本的人的情字 喜如哀乐 发而皆中节为之和 实际上 不仅仅是喜如哀乐 一凡一切事都需要中节 大家想想他 就像我们吃一个饭都要中节 对不对 吃饱过饱了 怎么样 肯定对身体是有害处的 吃得不饱对身体也不好 必须是恰到好处的时候 这个叫中节 这个叫和 那么对身体就有好处 凡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中节 这是中国人的精神 所以不仅仅是喜如哀乐 所以中节方为和 中节方为理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理结了 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中国人叫理结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 我们去看书文 就书文解字的这个作者许盛 他是怎么来定义这个理的呢 他说理者女 他对理啊 因为理是一个大的概念 对中国人来说 中国人是理义之邦 可是许盛老先生他把理呢 定义为什么 女 定义为鞋子 女就是鞋子 这不就糟蹋了吗 这不有一些风马流不相及吗 我们想想看 但是慢慢你琢磨 你就觉得许盛 许老夫子啊 是真正通达了你的人 如果许老夫子没有通达你 他不会做出这样一个定义来 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 他把它好像有点戏剧化 理者女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我们每个人都穿鞋子 知道鞋子是走路的 那鞋子走路 它有些什么条件呢 我们穿这个鞋子 如果尺码太大了 你穿的能走路吗 走不了路 走点近路还可以 爬山就不行了 对不对 或者在家里面你当拖鞋用可以 如果尺码小了 怎么样 你憋脚你也走不了路 那必须你这个脚跟鞋子 就恰到好处 又不大又不小 这个时候你走起路了 走千里也好 走万里也好 都没关系 所以你者女也 所以这个女就是表彰的纵结 就是表彰的合 要合脚 你才能够行道啊 所以真正就是看到这 就是一思想到 一思维到这里的时候 就对于许胜老先生 是肃然起见 了不起 他是真正懂了你的精神 所以你所表彰的 就是这么一个纵结 就是这么一个合 那么下来 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怎么样合 合以合之 也就是怎么样去保证 保持它的纵结 天地是怎么样维续在这样一个合的状态 或者说纵结的状态 这么一段话 这么一句话 叫做 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天之道 天道是干什么的呢 干两件事情 一件事损有余 有余的也就是太过的 他把它损掉 还干一件事情就是补不足 不足也就是不吉利 他给你补上来 他就干这一件事情 那么透过我们上面的报告 我们就想 我们就知道这句话太关键了 我们说 天道干你这两件事情 有余的他给你损掉 不吉利他给你补 补上来 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一个什么结果 有余的损掉了就没有有余 不吉利补上来就是没有不足 没有有余 没有不足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恰到好处的状态 中结的状态 和的状态 我们刚刚讲了 中结为何 中结是什么样 就是没有太过没有不吉利状态 就觉得中结 对不对 恰到好处 九点半我们真正的 这个会就快了 这就是中结 所以天道他干的这两件事情 他达到的目的不是其他 就是中结 就是和 就是去掉太过去掉不吉 所以为什么天道是长久的 原因就在这 可是老子接下来又表述了 人之道 人道跟天道的差别很大 老子说 人之道 车不然啊 人之道车不然 怎么不然呢 人之道是 损不足以奉有余啊 他是透过损不足而奉有余 不足本来要补 对不对 因为不足你补上了 有余的损掉了 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 来得早的 稍微来晚一点点 来得晚的稍微来早点 就中结了嘛 对不对 九点半我们就开始了 OK 这就是损有余 补不足 可是人道偏偏不是这样 他是损不足而奉有余 那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就不足的越来越不足 有余的就越来越有余 怎么样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不中结 就越来越不合 所以核要想达到核的境界 要想达到核的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只能是一件 只能是做两件事情 就是损有余和奉不足 实际上我理解我们今天国家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 对不对 对有钱人真的税越来越多 而对农民 现在连农民的那个什么税啊 林志会长那个叫什么税 都免掉了 那是最大的 补不足啊 那这样国家就真正的和谐了 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要想达到核 是为之有益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人道 人之道是车不燃 是损不足奉有余 所以为什么人道常常出现问题呢 我们研究历史 每一朝每一代的变更 都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素 有余的越有余 不足的越不足 最后怎么样 不中节了不和了 太不中节太不和了 那怎么样 那老天就要给你和了 自然就要给你和了 无非就是这样一回事情 所以实际上人的所有的问题 人的生病也好 人的灾样也好 都是由这里来的 都是因为不知道 损有余而不不足 而是反过来 损不足而奉有余 所以离中节越来越远 离河越来越远 那么离中节越来越远 离河越来越远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灾神 就是疾病 就是一切一切大家不想要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 可以说是它的最精要的地方 那么我理解是这样 这些年来 我自己研究中医 研究中医的结果 我认为中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是上你的医学 这些年我一直在提这样一个口号 这个观念 但是没有找到 因为我自己读书很少 只是在这里自己瞎琢磨 没有想到它跟人的这样一个关系 只是 却确实是 近几个月里面 祸眼贯通了 就发现它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想法 整个文化实际上就是这样 圣人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是有经典的依据 所以那么我就实际上 上礼啊 中医是上礼的医学 也不是我提出来的 只是我近些年就这么在琢磨 那么后来看到我们唐代有位著名的一家叫孙思廖 也叫孙尊仁 他有一句话 很著名的一句话 他把医分为上 中 下 这个瑞金也分了 叫上医以德治国 中医以理其人 下医以行之力 他就讲到中医是以理其人 那么所以我提出来这个中医它是上礼的医学 通过我们前面的这样一个报告的图念 那么这个上礼的医学 它就慢慢就会成立起来 就会构建起来 那么我们讲上礼 我们刚刚讲了礼是用和为贵 实际上上礼就是上和 对吗 可以分解到和上面 那么刚刚我们老师在讲儒教的东西 我们没有回到一上来 我们现在我们回到一上面 回到皇帝瑞金里面 皇帝瑞金是怎么看一的 我们讲一它主要是研究什么 它主要是研究人的健康 怎么样保证天下人的健康 怎么使人们同登受欲 它干的是这么一样的一件事情 它研究的是这么一个课题 那么怎么样使人们同登受欲呢 那么要研究健康 研究健康就必然要研究非健康 也就是疾病 生病了以后怎么办 怎么样使它重新走到健康上面来 所以无外乎就研究这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健康 一件事情就是不健康 然后怎么由不健康到健康 一研究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也就是研究你不病和病 对吧 这个实际上病与不病 一之能是必一 一所研究的所有问题也就完了 完结了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定义 我们去看瑞金 所以 内今有一篇很著名的篇章 叫《平人气象论》 这一篇呢是专门讲卖 中意啊 浩拜很多名字 所以这一篇是专门讲卖 这篇讲卖的这样一篇文章里面 它提出了一个概念的平人 而且他讲了 平人者不病也 哎呀这个概念非常地均定 也非常地惊艳 就是把医的很多东西都 都浓缩在里面 平人者不病 就是如果是平人 这个人不会生病 就是健康的状态 哎 那我们就要去研究什么是平人 什么是平人呢 在《树问》的另外一篇里面 叫《调经论》里面 它有一句话叫 因阳均贫以充其行 酒后落衣是命远平人 什么叫酒后落衣呢 酒后讲的就是 终于切败的三个部 上佛中成 也就是讲的天地人 天地人落衣那么命远平人 所以平人是什么呢 实际上平人 就是处和的人 处在和这样一个状态的人 因为我们经常讲 清平和弃和 所以叫平和 那么唐代有一位著名的医家 叫王斌 他对平人的看法是叫平人 他实际上就是脉气 他整个的身体的状态 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叫平人 我刚刚已经谈过了 没有太过没有不及的状态 那么叫做什么样的状态 刚刚我们都讨论了 叫什么样的状态 纵结的状态对吧 叫和的状态 所以平人就是纵结之人 就是处和之人 就是在你上的人 就是真正复了你的人 这个很了不起 什么叫纵结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解释 因为中医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正 正气存略邪不可干 只要正气存略邪不可干就没有疾病 那么什么叫正气啊 《瑞经》里面讲到当其时为正 当其时为正 什么叫当其时啊 规定几点你几点到就叫当时 这个时候大寒的这个节到了 大寒的这个气也来了 这个叫当时 非其时为邪 什么叫非其时啊 早了晚了都是非其时 太过不及都是非其时 所以实际上正又叫做什么 就叫中结 正气就是和气 就是中结之气 所以只要是这样一个中结的状态 在处合的状态 那就叫做正气存略邪不可干的状态 所以我们实际上把中医就归结到这么样一个 刚刚我在会客室的时候 有一位领导专门嘱咐我 你一定要好像是哪一位领导我忘记了 对对对 你一定要把中医要讲简单来 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我们因为不是非专业 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 中医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因为平人也就是中结的人 也就是在和的状态 或者是说在你的状态 为什么我们说上你的医学 在你的这样一个状态 的人就叫平人 他就不病 好了 那现在反过来问大家 什么样的人会病呢 那就非平人就病 对不对 就是不中结的人 不处合的人 非你的人 他就病了 所以为什么孔子讲客戟父女 不仅仅是一个儒学上的概念 那确确实实实是 地地道道医学上的概念 人一定要客戟父女 人一定要客戟父女 这不仅仅是我们一个 它还是健康的问题 你要健康就必须要客戟父女 所以健康我们知道了 平人就健康 那么不健康我们也知道了 非平人就不健康 那医学就规矩到这么一个很简洁的问题上面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那不健康了怎么办 就非平人了我们怎么办 也就生病了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治疗 那怎么治疗呢 很有意思 这一次我通过这些研究才发觉非常有意思 就觉得中医太美了 就觉得中医不是我们中医的事情 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为什么呢 中国的文化就是异地文化 外置没有文化 你要是作为人你就要去研究仲杰 你这样一去研究何 哪个行业都研究这个问题 所以难道中医是仅仅是我们 我们这么狭隘的这么一个中医的事情吗 不是 是大家的事情 所以就有感慨我们真正中国的文化就是异文化 很了不起 一有三四的医也是他 医学的医也是他 他相通的 不过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展开 里面很精彩 那生病了怎么办呢 我们发现内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在强调一个问题 生病了怎么办 他说了一句共同的话 叫无问其病以贫为其 不要管它是什么病 感冒也好 中瘤也好 艾滋病也好 SARS也好 禽流感也好 你都不用去管它 你干的是一件事情以贫为其 因为所有的这些毛病都是离开平人的状态 它才会病 都是不中结了 它才会病 所以你只要干一件事情 如何使它重新恢复到平人的状态 重新中结 重新合 如此而已 所以内经里面就有了这样一句精辟话 无问其病以贫为其 那怎么平呢 可以平着 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问题来 就是用损有余而补补足的方法 因为不平就是两种状态 要么是太过要么是不急 它就非平 所以太过的你去损它 损有余而补补足 但是在中医界里面呢 我们用一个术语叫补蟹 补蟹实际上就损意 补它的对劲是什么呢 补不足 对不对 也就是虚 虚实 补是针对不足不急 蟹是针对什么 有余 太过 所以我们说 终于千法万法 不爱补蟹良法 所有的法都是 都可以归结到这良法里面 所有的法 千法万法 归结到这良法来 这良法 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太过的 有余的给它 干掉它 卸掉它 卸掉它是使它回到什么呢 没有余的状态 就是纵结的状态 不足的把它补上来 虚的把它补上来 补上来的目的是什么 使它处在纵结的状态 处在何的状态 也就是处在你的状态 所以千法万法 不爱补上来的状态 那么顺带我就要谈谈西医 如果说中医是上你的医学 那么西医是什么样的医学 按照孙思苗讲的 西医是疾病医学 所以西医我提出来的一个看法 西医就是赏形的医学 上心理学 大家看西医 动不动就要动刀动枪 对不对 现在就很先进了 什么射瓶刀 什么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波刀 现在我这个来之前 还去参观我们内康医院 就是那个是五千多万一台仪器 专门针对肿瘤的治疗 那是运用了导弹技术 卫星定位技术 那就是吓都吓死 那个东西 你看这些都是运用到军事上的技术 那就行了 刑法 你看细菌来了 要把细菌杀灭掉 抗生素 你学要高了 要降你 对不对 你烦躁了 要正进 正进计 你心理时长了 要抗心理时长 所有的都是采取对抗的 这么一种思想 对抗的一种治疗 对抗的方法 对抗的思想 那就是行事的 行的思想 西医就是这么一种医学 所以一提出来这样一个概念之后 我就豁颜开朗 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在中西医的问题上 我们纠结不清 互相的不和 实际上把这样一个理念提出来以后 我就觉得应该我们重新应该归于和 为什么呢 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 要长治久安 离不离得开行 我们把工匠法都撤掉了 把军队都撤掉了 那不完蛋了吗 一个国家 没有国家机器了还行吗 不行 要长治久安 那离不开行 那如果我们一个国家 如果光有行没有你呢 行不行 那更加不行 这一点孔子讲得很清楚 其之以行 明明而无耻 有耻且隔 等等 就是讲了行跟理的关系 就是如果一个社会 光有行没有你 那就是更加不行 如果一个社会 如果有你没有行 但是如果你真正做圆满 那也是可以的 可是很难做圆满 所以他必须有行 所以理跟行 行跟理它是要共生共存的 行理是要复用的 对不对 就像过去我们上朝 皇帝上朝以后 左文右武 行部上书 礼部上书 都是准一品的大员 差不多就到一品了 官是同级的 所以没有说 我不要行部 光要礼部 或者不要礼部 光要行部 都不行 所以这样一种理念 一看 中西都好 都需要 不要去相互地诋毁 这个与国与民都不理 这是附带谈谈西医 那么好了 透过我们上面的研究 我们知道中区 中医是一门什么样的医学 就是它的点在哪里 它的点在这个理上面 在和上面 在重结上 病是因为不重结 非平成 非平成 不病是因为重结 是因为平成 那么好了 那我们就要来具体一点点 讲完宏观我们还要稍微讲一点具体的东西 就是我们和的元素是什么 我们讲思和就生病了 不思和就不病了 对不对 就回到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和的元素是什么呢 是跟什么和呢 这就要研究 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发现 中国文化的这些元素是共通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文化 我提出这样一个概念 因为中国人所研究的元素就是三个元素 用周易的话说就是三财 天地人 对吧 所以孔子讲 意志为道是广大西北 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 三道天道人道地道 我们所有的文化 我们尤其易经的文化 研究的就是这三道或者叫三财 那么中医呢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讲意义是相同量 所以在瑞经里面就讲到 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中知人士乃可以长久啊 就是说你的这个道 你研究的医学 你要想长久 那你必须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中知人士 就是这三元三财三大 这是我们文化的全部 所以今天我们研究和的元素 不外乎也是这三个元素 和怎么跟天和 跟地和 跟人和 无外乎就是这样 所以天地人和就叫做平人了 平人就不必了 它是这么样一个关系 那 好了 天地人和 是为平人 平人者不必 那么不和 不和也是这三 也是这三 也是跟这三个元素不和 那么第一个元素就是跟天时和 跟天不和 跟天不和 跟具体一点是跟哪些元素不和 是跟哪些因素不和呢 天有哪些因素呢 我们知道冬天一来了 天气马上就变什么 变得很冷 但是百方 我觉得百方的冬天还好过 我在南宁这个冬天啊 就是难过的要命 所以这个秘书长一叫我到百方来 我是很高兴 就是可以躲避几天 因为在南宁就根本 今天南宁很冷啊 就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预寒的设施 我们的空调都是单冷的空调 就没有暖气 五度那很冷啊 而且南方又湿 阴冷 不好呼 所以冬天就很冷 夏天就很热 所以实际上天的因素是什么 气候 对不对 用内经的话讲就是六气 六吟就是风寒鼠时造火 所以与天时和主要是与这些东西时和 与寒热温凉 与风寒鼠时造火时和 所以内经里面就有一句话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寒鼠造时封火 寒啊鼠啊 鼠就是夏天的气 造啊石啊风啊火 所以实际上这一句话 夫百病之生皆生于寒鼠造时封火 讲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讲的是跟天时和的状态 所以受寒了我们经常老百姓讲的受寒了 受热了 那实际上是跟哪一个时和了呢 跟天时和了 是生长万物的 对不对 人生是靠吃这些东西 人是吃无辜而生的 所以实际上 与地时和就是与这些物时和 这所有的物 那么按照内经的思想 统称为五味 你不管你是什么物质 那么都在五味的范畴里面 就是酸苦甘心血 都在这里 所以内经有句话叫 天时仁以武器 就是寒热温良品 地时仁 食就是饮食的食 地时仁以五味 就是酸苦甘心血 所以与地时和主要是与这五味时和 也就是云阳 按照现代医学的观念 就是云阳的食痕 现在这样的疾病 与地时和的疾病太多 因为饮食 因为物质丰富了 所以很多病 现在都是吃出来的病 为什么呢 就是与地时和了 所以与地时和是与五味时和 这个很清楚 那么下来就是与人时和 与人时和是与什么样的东西是和的 大家想想看 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 与人时和 对不对 甚至父子反目了 对不对 这都是与人时和 那么与人时和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 怎么样我们就会跟他过不去了呢 情绪啊 秉性啊 是与人时和的很要害的要害 就是我们跟他过不去 首先我们不高兴 心里面不乐意他了 慢慢发展成为怎么怎么样 对面都不讲话了 甚至要打了要骂了 这个里面有大的学问 但我们现在先提到这里 与人时和是因为什么产生的 很重要是因为情绪 因为秉性的作用 使我们与人时和 那么时和之后 我们讲中意是上理之一学 那么怎么样一个体现上理 怎么样上理就是上和了 所以持和了之后 我们怎么样使它重新和起来呢 我们看看 我们回顾一下 比如说我们与天使和了 与天使和了怎么和之呢 比如说受了寒了怎么办 《瑞经》里面讲寒者热者 受了寒怎么办 我们回去熬碗姜汤 他就不寒 如果寒得再厉害 姜汤不解决 我们用一些父子 用一些桂 他慢慢就解决 只是时间而已 所以寒 受了寒 与天使和了 那么它是有方法解决的 这个方法很具体 那么受了热怎么样呢 热者寒之 所以梁管为什么要喝凉茶在夏天 热了用凉茶 要喝绿豆汤呢 因为热了 受了热 与天使和了受了热 那么所以就要用寒凉的方法去对治它 那么热者寒之寒者热之 那么与天使和的这么一个情况就会得到解决 这是很肯定的 它就是一个综合的方法 对不对 像我们做物理化学反应一样 那么与地使和怎么去解决呢 我们就看到了 在内经里面就给出了一个原则 就是地使和了导致了 猪系统的病变 比如说导致了木这个系统 肝胆这个系统的病变 那么它要用酸去泄它 用心来补它 就是木这个系统的问题 那么透过如果是太过的问题 那么就用酸为的药 如果是不急的问题 那么就用心味的药 火这个系统的问题 如果是太过了 那么要用甘味的药 就是甜味的药 然后如果是弱了不足了 要用咸味的药去补它 以此类推 土这个系统要用苦的去泄它的太过 用甘去补它的不足 金这个系统是用心去泄它的太过 用酸去补它的不足 水这个系统呢 是用咸去泄它的太过 用苦去补它的不足 这样太过的泄掉了 不足的得到补上来了 那就终结了吗 那就合了吗 那就平了 所以它是透过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们看一看 我细心里我们了解一下 中医开厨房 开定每一味药 我们去药典里面去查 比如说我们去神龙奔草经里面查 我们说 比如说父子这位药 比如说桂枝这位药 比如说人参这位药 我们看这些药 神龙奔草经它开头 就是在讲某一味药的时候 它最开始它表述的是一个概念气味 这位药的气味是干温的 它是心热的 它是苦寒的等等 它最先讲的是这个东西 一个是气 一个是胃 气就是寒热温良品 胃就是酸苦干心咸 那么为什么每一味药要讲这个气味呢 大家想想看 一回到今天我们前面表述过的东西 我们刹那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中医是用什么制品呢 为什么会有气味啊 气就是调节什么 我们怎么样跟天使合了 对不对 所以它有寒热温良 寒者就要热之 热者就要寒之 所以有热我们就要用寒性的药物 有寒 气体受了寒 我们就用热性的药物 所以每一味药物都有寒热温良的元素在里面 这叫气 这个也就叫天层面的因素 而每一味药都有胃 酸苦干心咸 为什么要有胃呢 因为我们要调节 与地的适合 必须有入味 所以木这个系统失调了 它太过了 我们就要用酸味的药 所以要用白勺啊 要用乌梅啊 干嘛 就是因为木有太过 我们为什么要用心味的药 如果干这个系统不急了 我们要用茴香啊 桂枝啊 父子啊等等 甚至姜啊等等 这些都是心味的药 就是去补它 去溢它 所以气味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那就告诉我们 我们开胃中药出来 它有气味的这样一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中医的这样一个处方开出来之后 我们喝下去之后 它会调节我们跟天地的失和 对吧 它会调节我们跟天地的失和 我们针酒也是这样 我们针酒我们讲补蟹 不以缘 现以方 缘就是天 地就是方 所以实际上真就说调地 也是跟天地失和的这个元素 不是跟人失和的这个元素 那么现在就要问一句大家 要问他 与人失和了 怎么样去和他 是不是吃一个方 吃一个药 扎一个针 就没有 就不失和了呢 与人就不失和了呢 你就不生气了呢 行不行 我们琢磨一下 吃了 对不对 吃了 某某医生给我开了一句方 我现在我今天傲了 我气得要命 我恨死他了 结果喝了这个方 不恨了 和气了 有没有这样一个方子现在 没有 我们看古人有一个和气汤 和气汤是怎么样 一二三四五叫你怎么不生气 叫你怎么不上火 等等等等 没有具体的药物 也不是针灸 也不是按摩 所以这样一个与人失和 我们怎么办 怎么合成 是不是现在有一台仪器出来 我刚刚讲的一个叫做 摄屏刀还是什么刀 最先进的中国还没有几台 很有幸广西有一台 是不是现在有这么一台机器以后 我们走进这台机器以后 出来以后 完全不生气了 能不能达到 目前为止很难达到 所以有人说了 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 科学唯一不能作用的地方 是什么呢 情绪 我们上次在百大首人国际会议中心 我们开中医哲学会 中医界请了三五个人 哲学界请了几个人 其中有百大著名的教授 楼宇烈先生他主持 楼老就讲了这句话 所以科学 科学完全作用不到的地方就是情绪 可是正是情绪是导致 与人失和的关键因素 而科学不能够作用到它 科学当然就包括了中医 中医就是科学的范畴 不是 我讲的是过去理解的中医 今天我讲的中医 不是那样一个中医 那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思考 所以 为什么我说一为人数 所以 与人失和怎么和呢 只有以人来和之 只有以人心来和之 人者爱人 只有人者的胸怀 只有人者的胸怀 才有可能消除与人的失和 外痴没有他法 没有他法 所以现在 就最后一点 我今天也是很想 剩下一点时间 跟各位领导汇报 也就是 怎么样去解决人和的问题 就是说 与天失和与地失和 你这个问题 我们都好解决 那么与人失和我们怎么办 我们先看一下内经时代的医学模式 实际上我们研究整个皇帝内经 研究整个古医学 包括上涵的 我们就知道了 他的医学模式是重天地而亲人和的 他整个医学他都在描述 怎么跟天失和 怎么跟地失和 然后怎么解决他 那么跟人失和这个问题呢 提到了 《路经》里面也提到了 《七情洗露》 《悲失忧恐惊》 也提到了《路伤肝》 《喜伤心》 《悲伤肺》 《失伤痞》 《恐伤胜》等等 但是 他的份额跟前面两者 跟天地两者来比 来差得远 也就是他没有信 有系统 而跟天地的时候 他是有系统 怎么去解决 12345678 怎么去解决 而跟人的时候 他只讲了一个很大的原则 轻描淡性 为什么 这是我们从科学来讲 必须要去研究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我现在的研究 我认为 那个时候 因为生产工具很原始 社会生产力可以说 非常之低下 跟今天来比 我们今天的社会生产力 我们今天的生产工具 如果换到三千年 四千年之前 那天方夜谭都不止 连天方夜谭里面 都不可能想象得到 有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 这样一个规模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 这样一个工具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就是 人实应天地这样一个变化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比如说一场寒流来了 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很好就能够解决了 用科学的手段 对不对 大家想想看 我们在零下多少度的时候的状态 让大家在下面 听讲 让我在上面说 那可以说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可能秘书长请我 我也没有办法来 可能邀请大家 大家也不会来 对不对 最后 在这个里面 要几个人要抢救了 那你也负不了责任 对不对 不可能 零下几度 我们讲不下去 我们也听不下去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看看 含着热汁 含着我们科学的方法 暖气一开 它就热了 对不对 现在物质极大地丰富 只有过没有不急 很少的不急 当然过里面又反过来 又有另外一层的不急 这个我们今天不觉得 就是说 它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力 所形成的人类 时应天地这个层面的变化 它力量太强了 比过去不可疼而已 而过去 它与天时和与地时和 因为物质匮乏 因为人的时应 天地变化的能力 要差得多 所以在过去内经的那个时代 那么与天时和与地时和 它就成为所有疾病的一个主因 或者说根本的因素 或者说主要 那么由于当时的人文教化的因素 为什么孔子要强调科技妇理 大家想想孔子理想中的那个古理 老子也讲了 鸡犬相闻是老死不相往来 高下不相目其名故渊仆 人们非常朴素 内心很干净 道德里诉求很高 大家都能够很自觉 实际上人们就生活在理中 为什么孔子梦寐以求要客气妇理呢 既然生活在理中 那么就生活在重结之中 所以那个时候 与人时和的这个因素 非常理 微不足道 万一与人时和了 与某人时和了 那可能长者 可能我们林治会长 柯一生寿 我就知道 我错了 我跟他生气了 要不得 马上就忏悔 对不对 发展不到那样一种脸红脖子出 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是因为怨恨我老死不相往来 不是因为高下不相悟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文很简单 人的因素很简单 所以那个时候与人时和所导致的疾病的因素 它是很次要的 既然很次要 那么内经就导致了 内经他提到它 他也讲了它 但是份额很少 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具体的实际所决定的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想想看 我们今天的医学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刚刚我们讲了 今天我们适应天地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能力 是可以说是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的提升 可是今天人际关系之复杂 人的竞争 人的种种种种的因素 也是较至过去有万倍的提升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三和的因素 与天与地与人时和 那么过去与天时和与地时和是主要的矛盾 与人时和是次要的矛盾 而今天与天时和与地时和已经 它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而与人时和因为社会的竞争 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等等等等 它已经上升为主要的矛盾 也就是说医学的模式已经变化了 所以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了 医学模式的改变是从生物医学模式改变成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就是注重心理注重社会心 只是说我们的医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还没有改变过来 我们知之以求的还是药物 不断地去研究药物 不断地去科学等等等等 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医学模式 这样一个与人时和已经是现代疾病的一个主因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就还没有去研究它 更加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这个是当今不论中医和西医都必须 我认为都必须去好好研究 好好面对的问题 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解释 今天的医学 从现代医学来讲 教职过去教职一百年前两百年前 它先进了多少万倍了 它投入的这个 人力 物力 财力也多了多少 可是疾病并没有下降 按照这样一个投入 应该现在疾病差不多消灭了 对不对 可是反过来 现在你疾病越来越多 而且不自知症大家要一定的 要意识到 不自知症越来越多 难自知症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经常就听到 很熟悉的人癌症晚期了 很熟悉的人什么什么癌症 什么什么症 对不对 过去一个癌很少很少 现在突然间又听到 一个某某很熟悉的人 又是癌症又是晚期 他听得很悲情 为什么 医学那么发达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越来越多的难自知症 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医学永远出不了头 永远是在那个关系 所以今天我就要提出来 我们怎么解决人和的问题 那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位 画时代的人物 我认为是一位画时代的人物 就是王凤毅先生 我很希望大家关注这样一位人物 了不起的人物 我们中国近代能够处出这样一位人物 我认为他是为我们的医学 是可以解决我们当今医学的重大的问题 就是我研究的 与人适合了怎么办 尽管医学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可是人言是空洞 没有记取的操作性 那么语言适合怎么办 所以我提出来 介绍大家 研究王凤毅先生 王凤毅先生是近代的人 近这一百年的人 他1937年才去世 是辽宁省朝阳人 没有多少文化 可是呢 因为他从小 他的天性里面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 所以从小就度行忠孝 非常忠 忠就是他打工 做长工 怎么对老板 怎么对东家 非常孝 就怎么对母亲 对父亲 对爷爷 也就可以说 古经我们讲忠孝两难全 那凤毅先生是一个忠孝两全 是一个大好人 可是对不起 凤毅先生患了十二年的牢疮 牢疮在过去是一个死症 今天来讲呢 它是一个冷性的荣羊 可能相当于一个结合 结合心理浮沫炎 最后导致烂了浮鼻的穿孔 最后导致两个睾丸都烂掉 完全丧失劳动力 后来怎么这么一个大好人 那么一个大善人 怎么会得那么重的病 他也搞不清楚 最后因为他上市劳动力量 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因缘去听善书 过去在农村里面一些有文化的人 就会把古时候的这些忠孝仁义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那么他听了这么一处 听了一处三良教子之后 他豁然开朗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三良教子喜欢近距离的人 已经就知道 这个前辈就知道 他已经搬上近距离营 是一处戏 三良教子 那么这个三良教子主要是讲到三良 就很去 因为这个儿子不是自己的亲生 母亲去世了 所以就对他关爱有加 希望他成才 所以对他有很严格的要求 可以说挖心挖感 最后这个孩子 因为才十来岁 十多岁 管得太严了 当然有些历反 有一次就说了一句 要是我娘亲在啊 不会这样对我 也就是我亲妈如果还在的话 不会这么对我 那三良听了这句话 一下子转不过来 夸了一下就晕过去 醒来之后 扶到床上 儿子跪在那里认错 管家也认错 说我没有管好这个孩子 最后三良自己认错 还是我娘没有当好 封义先生听到这一幕之后 叉啦 可以说是五五六正都 为什么 他说这就是古人跟金人的差别 古人跟金人差在哪里呢 古人都是真罪啊 这个事情出来了 都是这是我的不对 你又说这是你的不对 他说金人都在真理啊 今天有一个事情发生出来 你看拿到今天的人都说 你怎么这样做啊 他又说你怎么这样做啊 都没有说 哎呀对不起这是我的过错 所以导致了这个事情 今天都在真理 所以越真怎么样 真就肯定导致不合嘛 结局就是不合 就是不中结 就是失礼 所以封义先生想到了真理之后 他就问自己 你自己做得好 你就去怨人 你就去恨人 你对吗 就这一问这一问 他十二年的老床啊 十二年啊 一夜之间贫富有处 这个听起来有些天方夜叹 可是事事又止 十二年的老床 就因为他这样一个悟到了这一点 诚心的悔顾 一夜之间贫富有处 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缘 使他认识了人生 认识了疾病 疾病是怎么来的 所以构建了奉义先生的学问体系 当然还有我另外一个老师 所以实际上我以后有因缘 我很想跟大家介绍我的一个老师 他也是因为实际上封义先生 我下面讲到封义先生的学问啊 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了 只能说是一个汇报一个提纲 我认为奉义先生的学问值得介绍的 或者说我领悟的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从疾病入手 很少有圣人 奉义先生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圣人 所以又叫义圣 孔子是圣人 他也是圣人 他是能够担当圣人这样一个名号的人 我觉得 那么所有的圣人都没有从疾病入手来谈人生 来谈文化 来谈学问 而封义先生是第一个他从疾病入手 这个是了不起的 所以我说他是化时代 因为今天的人很多次要生了病以后 他才明白 他才愿意去明白 没有生病的时候 或者说没有生大病的时候 他总说我忙 忙什么 就是忙 不愿意天下来 关注一些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性命 不愿意 只有他生了病了没办法了 像凤义先生这样就有姻缘了 所以凤义先生是切身的体会 他是从疾病入手 所以我另外一位老师叫刘友生先生 也是因为自己的23岁24岁就病得死去活来 没有生路了 最后有姻缘亲近到凤义先生的学问 才知道自己的病怎么来了 所以疾病是一个好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使人彻底改变的一个因缘 一个机会 所以凤义先生他的学问要从疾病入手 而作为我一个医生来说 我可以说是正能发愧 也可以说很惭愧 那么我前进到凤义先生也是很有很感恩是 从02年开始 02年因为我到北京到清华大学 我去人们学院做访问学者 这一年我得以亲近 因为就是这一年的时候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生 在做凤义先生的课题 后来我有姻缘亲近到凤义先生的真孙女王源武老师 他把我带进来 后来才能够亲近到刘友生 刘老师 使我对这一门学问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那个时候我就 为什么说正能发愧呢 就是我作为一个医生感到很惭愧很惭愧 过去我还是一个不错 我自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医生 在广西 他是一个民医 那之后来在全国也认为我是一个民医 可是我仍然有太多的病 我没办法治疗 很多疾病人家满怀信心 一家几口带的一个病人到我那里去 把希望寄投在我身上 最后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解决 在这个时候 往往的心里面就想放弃了 而下辈子再不放弃 不当一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这个滋味吧 这个滋味不足以为外人当 那那个时候就认为 是自己的医术不够 所以拼命你去拜师 作为一个师父又一个师父 那么有到北京之后 200年到北京 清静到凤义先生的学问才使我 又惭愧又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有很大的一块 牙根你都没有去碰它 你是盲区 你说你能够治疗疾病 你治不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治不了 你治了最后你也不知道你怎么治不了 就这样 所以自己非常之惭愧 那么后来才知道 清静了这样一门学问才知道 我们还有非常大的一个盲区 对于疾病的认识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与天时和与地时和我们认识了 我们现代我们传统里都认识得很清淡 它是与人是和的 我们往往没有人是 所以我们过去我们都知道受了寒会生病 受了热会生病 吃不好会生病 所以我们知道用中药用西药用针灸用按摩等等等等等等 那这些方法不能够解决怎么办呢 那就没糟了 我们何曾想到生一个气 生一个活果会产生疾病 而且往往会产生不治的疾病 往往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发肠火有什么呢 不过就是发肠火而已 耍耍脾气而已吗 没什么 可是在丰盈先生那里 他提出很精道理 说气火是什么 气火就是诸多疾病的饮食 生气就等于跟这个疾病喝了很有营养的饮料 用水喝了 上火就等于给这个疾病有粮食吃 你不断地供给它粮食 不断地供给它喝的 吃好的 喝香的 喝辣的 你怎么希望它消死呢 它只会作状地成长 所以为什么那些有些种的哗哗的 你看土肥猛进你 有些种的为什么手术了以后活个几十年都有 为什么 什么因素 实际上秘密就在这里 你去看一看你去研究一下就知道 那些活过来的人 有些时候是自主和不自主地明白了这一点 没有生气看破了 没有生气不上火了 那不生气不上火就等于断了粮断了水给这个病 粮断了水断了 那你想要它活 它都活不了 为什么有些人几个月就完蛋了呢 生了病 还不停地生气 还不停地上火 又给它又吃好的又喝辣的又喝香的 那它怎么不着脏成长 怎么不迅速扩散呢 那就完蛋了 所以秘密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疾病又守的法门 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真正的能够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 这就使我们能够有因缘认识我们自己 你生了什么病 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五毒可以治病 我们过去是想都没想到的 怨恨恼怒烦可以治病 还有亏五轮可以治病 我们过去我们说轮常五轮中效仁义 我们认为是一个道德的概念 我们为什么说医为人数呢 那在丰仪先生那里 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观念 它是医学的观念 它是病因 亏了五轮是会生病的 那么五轮 君臣父母 夫妻 父子 同友 五轮中效最先 以效为先 那么亏效 而效是什么东西呢 效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我们专门有一部效剂 而效在丰仪先生这个学问体系里面 它很有意思 它是归到土 我们讲五行 金木石木土 它是归到土的 因为土是中央 这个土是祖 祖上 父母啊 爷爷奶奶 但跟祖 祖宗的祖有关系 所以效是归到这一块的 而土是祖什么呢 土 董仲书有句话叫土为五行之主啊 所以土是关系到一个人的元气里 我们元气这个词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元气就看土 所以在丰仪先生这个学问里面很微妙 尤其是我这个老师 刘友生先生 可以说中国文化效尾根本 他得到了一个真实的证明 他的生命是这样来的 他今后 因为刘友生老师 他在经历了生死之后 他明白了自己的病怎么来的 他好了之后 他严格的按照封义先生的这样一个教导去做 改造自己 改变自己 自己彻底的改变之后 在十八年 也就是在三十年前 他就开始出来帮助大众 跟人家讲病 讲这个病你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他讲你是怎么 就是讲的你是怎么跟人适合的 他讲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实际上他就是在讲你 虽然他不是医生 为什么我说中国文化师大医学的 每一个人都是医生 逃不掉 折五旁贷 所以他就是在讲这一块的 与人适合的语 在拯救了太多的人 而且这些人往往都是医院里面不要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漏了嘛 对不对 因为医院都是在解决 与天适合与地适合这一块 他解决不了了 那么当然他就没办法了 最后推到刘友生先生这里 他跟他一讲讲你这个病怎么来的 你认识到了 你真诚地忏悔了 这个病就好了 太多的人就是这么好起来 我为什么讲他是这个 效维根本的证明呢 就是说随为的病人 就是很重的病人 不管你是什么病人 那么刘友生先生往往就会问你一句 比如说病人在那里 请他去看 他就问 你病到这个程度 你还有什么想法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如果这个病人说一句 哎呀 我年轻我死了都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父母还在怎么办 那刘友生先生听了这句话之后 他就知道这个人准能活 而且他死尽浑身的解除 他也要使他活过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病到这一步以后 还在想到父母 这个孝根没有断 孝根没有断 孝者得之本也 孝之所有生也 孝主元气啊 就是元气里这个根没有断 就是跟天地里这样一个联系还没有断 那么大自然的元气 就还能够维系你这一线生气 所以他知道这个人死不了 如果他问 你病到这个程度 你怎么办呢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哎呀 我孩子还小啊 他往往他知道没戏了 他转身他就走 或者不走他也知道这个人肯定没戏 为什么呢 元气断了 因为孩子是枝业 根本是在下面 父母是根本 祖是根本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强调校文化 这个太了不起 如果忽悦了这一点 我们的文明要想传承五千年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以我医学的角度来看 中外的文化 就是一个有元气 元气在 元气不断 元气不断 文化不断 一个就是没有元气 元气断 所以文化就断 所以我们怎么想到孝跟生命有这么大的关系 所以孝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 而且它也是一个医学层面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过去没有认识到的 我们认为它不科学 甚至我们可能认为它是迷信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认识 如果不认识这一点 我们在医学上我们会形成太大的盲却 这是第一点 就是奉仪先生他是以疾病入手 第二点他是从家庭入手 就是他的学问不是从哪里 他是从家庭来的 因为修其治平 儒家讲修其治平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是以齐家为输要的 就是今天我们讲和谐社会 人员是以家庭为输要的 如果我们一个家庭不和谐 我们有可能有社会的和谐吗 这是根本都没有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讲要讲齐家 因为